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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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一两年都一直来 但是今年的八月就真的特别夸张 我想问你也跟着市场这么多年和这么多经验 有没有想过其实是去到这么密集和这么重呢? 其实似应该是一五年 如果一五年大家记得是一些汇改 那些熔断机制那一堆 如果大家记得 刚刚跟着又说过一男子的 currency 这样的字印 易周其恩字 是的 是的 这些 terms 大家拿出来 其实当时候港股跌了三色 也是很密集的 因为A股拉下来 是的 拉下来 其实相比于今次就不是很迟的 因为今次其实就不是说要一个行业地 连它的结构 其他整个版面 或者一个金融在资本市场的扭曲不是 而是一些民生消费为主导 或者经常再深入一些 其实跟一个生育有关 就是demographic 人口结构有关的东西 和一些数据有关 所以其实你会见到它不是要 逐一的东西弄死你 而是要抚平一些太高太低平衡的一个过程 有些人就说不知道是不是涉及一些财富再分配 因为似乎感觉上是由一些最赚钱的企业开始做的 我们以前都经历过的反贪 这些路路其实都曾经引发市场调整 但是譬如这个图 基本上我们就没办法 纳入了所有最近的监管 但因为天天睜大眼看看官媒 都会有一些新消息 最新有些比较不差异 就是上个星期尾 似乎有个Signal 国务院出的一个感觉 就是未来五年 其实会有一个更深层次 和更全面性的监管 而今天朝睦大眼 继续有一些游戏相关的利淡消息 Friend 我想这件事应该是不会完是吧 就是如何调整到一个位置 才觉得是接近尾声呢 说起来说现在多了唱卡拉OK 是呀 不得了唱歌 现在小心 其实国务院也好 或者看到整个过程也好 其实是因为人口结构 大家都知道可能年纪大 比较多 生活比较少 这件事是正在整顿 刚才你看到整个版里面 一些教育 医疗 甚至乎环保 零售 所有东西都关系的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数据有关 所以如果数据 就是举个例子 不可以流出 被人看到这些东西 都会安全 是的 安全 所以其实这件事是不可能 一年里面全搞的 现在预期是不是五年呢 就不敢说 但是未来一两年 甚至两三年呢 相信才能够整顿整个 所谓关系与生育 和数据有关的东西 所以其实这些监管 只要顺着 不要碰一些所谓整改的东西 或者去一些 顺着就是有政策支持的东西 比如举个例子 我想很多不同的分析员都说的 一些电动车 新能源 或者一些内需 那些类型 其实会见到 是比较政策支持 多一点的 芯片 要留意合乎国策的 事故策略 稍后我们会慢慢讲一下 Friend 有没有什么心水推介 我们可以先避一避